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481集 随后 张凡众人到了南院 在南院水井的旁边 正摆着一个体积与成人相差不大的指人 指人乃是死人的祭品 为了让指人显得更加逼真 一般都会在指人的脸上点上两点腮红 面前这个指人也是有腮红的 不过 除了脸颊两色的腮红 在指人的眉心位置也是有这一个红点 这时候 刘老八介绍道 这就是我爹昨天晚上扎的指人 我也不知道额头上的红点是怎么回事 按道理说 这样的指人属于残词品 不过 有些人家不太在乎这个 我的想法是 如果谁家不在乎这眉心的红点 我就把这指人低价处理给他 张凡没有理他 而是朝指人方向走去 打亮了一眼指人的面颊 当张凡的目光扫过眉心的红点时 脸上浮显出了一抹凝重了 猪杀 他下意识脱口而出 听到张凡的话 萧冲 段凡凡 韩宇生三人 都是往前迈了一步 到了指人面前 打亮起了那指人眉心的红点 嗯 这的确是猪杀 并且还是高品质的猪杀呢 萧冲称声说 猪杀是一味中药 平常猪杀有安定心神的作用 只有高品质的猪杀 才有驱邪臂胸 克制阴雾的作用 而这指人的眉心 正是高品质的猪杀 只见萧冲的手 轻轻向那个指人的眉心猪杀按压 将指人眉心的猪杀刮掉了一些 在手中碾压了一下 倒气 听到萧冲的话 众人急忙把目光投向了 他手中的猪杀 叶冲使从那猪杀之上 感受到了一丝倒气 我明白了 这时候 段玲玲沉声说道 脸上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恍然 怎么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韩允生急马问 段玲玲 则是下意识看了一眼刘老八 刘老八立刻回忆 种张凡众人说 哦哦 我北院还有点事 您几位先忙 有什么事叫我 好 那你先忙吧 刘老八走后 张凡几人围了一张石桌坐下来 此时 众人的目光都投在段玲玲的身上 扎指将在指人身上勾勒 盗门法术的前提是做一个火眼 火眼是指什么东西啊 韩允生急马问 张凡和肖冲的脸上也都浮现出了一抹疑惑来 因为他们同样不清楚段玲玲口中的火眼到底是什么 火眼也就是所谓的起始点 就像咱们施展法术 你也只觉得第一个棋手势一样 只有有了这个棋手势 法术才能继续施展下去 若是没有这个棋手势 这法术并不能施展出来 扎指将是以稻气将法术勾勒在指人身上 让指人拥有特殊能力 而在指人身上勾勒法术的前提 便是在指人身上做一个火眼 也就是在指人身上勾勒法术的起始点 而这火眼必须是一种与指人不同的物质 但又能与稻气融合的东西 一般扎指将制造火眼都是用肥糖木碎末 很少用高品质朱砂 毕竟高品质朱砂的价格 比肥糖木碎末的价格高太多 听到段玲玲这一番解释 众人对于火眼 也算是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了 火眼一旦形成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火眼中的稻气都不会消失 所以我断定 这指人没心未知的红点 就是一个火眼 段玲玲看了一眼几人 继续说 按照咱们之前的猜测 沙村子里人的真正凶手 并非那两个恶鬼 而是另有其人 恶鬼不过是被那真正凶手 推到前台做替罪羊 再加上面前这个指儿身上的情况 我猜测 背后的凶手 应该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扎纸匠 我猜测 整个事情的过程 应该是这样的 老爷子来到南院的时间 应该是下午六点至六点半之间 那个时候 咱们到了马脚村 在距离刘老爸家里不远的王兰芝家里 在这期间 老爷子触碰到了指人的火眼 从而激发了指人体内的法术 便失去了意识 拿着竹签要扎自己的眼睛 而在最后时刻 老爷子却清醒了过来 老爷子之所以清醒过来 是因为那个扎纸匠 顾忌在王兰芝家里的咱们 而他又不想暴露 所以才找来恶鬼对老爷子动手 这样他既没暴露 又把恶鬼推向了前台 做了替罪羊 段玲玲说完了 张凡三人都是面露思索 脑补了整个过程 结合背后真凶的意图 那整个过程 应当就是段玲玲 形容的这个样子了 三人都是看着段玲玲点头 韩羽生则是下意识地说 那既然背后的凶手 是一个扎纸匠 那会是谁呢 王老头说这马脚村里面 一共出了两名扎纸匠 一个是吴四尔 但之前也证明 吴四尔并非是真正的凶手 那另外一个便是王顺义了 可王老头说 王顺义自从离开马脚村 一直都没有回来 这会不会是王顺义偷偷回来了呀 小冲说着 看了一眼三人 张凡点头说道 嗯 有可能是这样 咱们回屋问问刘老八的父亲 王顺义那边的情况 再顺便问问 村子里面除了他们两个 还有没有别的扎纸匠呢 三人都是点头 而后 四人便再次回到了 刘老八父亲的房间了 老爷子 我问你点事 我听镇上的人说 你们村出了两个真正的扎纸匠 一个叫王顺义 一个叫吴四 那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扎纸匠呢 听到张凡的话 老爷子思索了一会儿 啊 除了他们两个 还真就没有出过其他的 真正意义上的扎纸匠呢 我听说那个王顺义 自从离开村子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是真的吗 是的 王顺义离开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得到老爷子肯定的回答 萧冲断铃铃汉语声 不禁皱起了眉头来 他们刚刚的猜想 再次被否定了 在他们看来 这案子又一次地 陷入了困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